欢迎收看美丽厦门共同缔造 在四明区开源街道深田社区 有一位老党员 老社区工作者 二十几年如一日地活跃在社区里 退休后仍然离港不离市 小区里大大小小的事情 总能看到她的身影 尤其是小区的改造提升 她总是忙前忙后 是左邻右舍眼里的热心大妈 她的名字叫林彩霞 今天的百姓故事 我们就一起去认识这位热心大妈 林彩霞家住深田社区图墙小区 5月5号上午 在深田社区居委会 图墙小区业主委员会候选人和社区的工作人员 一起商议图墙小区即将召开的首次业主大会 以及小区进一步改造提升的相关事宜 会议会采取书面征求意见的形式召开 在这个业主大会上我们是要进行投票 那投票的话也想征求一下大家的意见 我们现在感到后居民也比较满意的 那接下来如果有什么后期的 有感到哪些不足的 我们也可以再来跟我们探讨 我们再次的提升 业务会是不是还要多一个保安的 多一个保安的 就是多一个这个费用 那以前我们不是遵求意见吗 其他的那些出租户可能会 不知道会比较困难吧 那其他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反正大家尽力努力 都会动 有关事项商议结束 林彩霞又匆匆赶往百家村 探望社区居民林亚珍一家 身体有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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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就是幸福 感谢你们都关心我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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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很关心 关心 一点心力 你不要叫这个 有什么困难 你不用来照顾我 我很感谢 有什么困难 我们请我们立所能及 立所能及可以帮忙去 林亚珍的丈夫因病瘫痪 常年卧床生活不能自理 家庭经济十分困难 林彩霞时常来探望他们 而对于社区里其他困难户 林彩霞也同样挂在心里头 达墙小区里面有谁比较困难 他都会带动他的同学和他的孙子 一起来关心他们 问问他们 图墙小区是建于上世纪 八十年代的老旧小区 小区基础设施落后 乱搭乱干现象突出 去年图墙小区提升改造时 作为深田社区居委会的老主任 同时也是小区居民的林彩霞 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 原来的台阶是比较窄 他住的时候比较窄 然后我们就第二天 去找社区基础会 那个书记主任 就找他们过来 他们也技术过来 就只跟那个什么施工员 跟他沟通 然后后来就改成这样比较宽 原来没有扶手 我也是给他提议 所以要搞扶手 我们这个小区 改造了参与的过程中间 我们大大小小 总共有发动了23场的 这个意见征求会 那阿姨都每次都有来参加 并且呢 她自己呢 是一生作则 比如说像我们的绿地 任养的话 她第一个就说 我要把我自己家门口的这个绿地 也要任养起来 那在她的带动之下 我们其他的居民 也陆陆续续都有任养了 任养了我们周边的一些绿地 来维护我们这个小区的 这个绿化的环境 小区原有一处 违章搭盖的车棚 在林彩霞的建议下 改成了凉亭 小区的门口设置10吨 以免车辆进入影响小区的环境 也是林彩霞的建议 发动居民任管房前屋后卫生 筹备居民自制小组 林彩霞也是忙前忙后 林彩霞的双脚曾经骨折 至今行走不便 但退休后的他 仍然挂念着社区的事务 继续为社区建设 出谋划策发挥余热 正是他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 感染了小区里的居民 发动大家共同建设 美丽家园 共同地造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探索 需要各方力量积极协作 共同参与 2015年 吉美乔英街道通过与华侨大学 共同研发的互联网加 垃圾分类处理智能信息管理系统 实现了对家庭垃圾分类循环利用 全流程的闭环管理 这一系统从去年12月在全水湾小区进行试点以来 不仅有效减少了社区的垃圾量 而且居民家里的厨余垃圾经收集处理之后 还可以作为肥料变费为保 吉美乔英街道海丰社区居民吴女士 家住全水湾小区 自从小区开始试点家庭垃圾分类循环利用管理之后 她坚持每天做好垃圾干湿分离工作 我一般就是买菜回来 我就会两个桶 一个是放干垃圾的 一个是放湿垃圾的 那个菜梗就给她放在湿垃圾桶里面 然后整天就这样习惯性的 这样分好了 分好了跟我们煮稀饭 剩的稀饭 我会在那个洗菜盆里面给她沥干 沥干来给她倒到湿垃圾桶里面 然后就是现在不是夏天到了 我就用这个就撒几下下去 然后就比较不会错 然后就到晚上就会拎起来贴了我们的二维码 我们每一户里面都有我们房号的二维码 贴了就拿到楼下有一个湿垃圾桶里面去扔了 那么贴了二维码的垃圾袋 又将运往哪里呢 原来小区对面的凤林清洁楼 就是处理这些处于垃圾的地方 在清洁楼里没有堆积成山的垃圾 也没有扑鼻而来的恶臭 只见清洁工用手机扫描这些处于垃圾袋上的二维码后 再将垃圾倒进一个大桶 我们这个系统叫互联网加垃圾分类管理系统 它主要功能就是能够实现 把我们前端用户的处于垃圾搜集 和后端处于垃圾的处理连接起来 我们可以方便的把用户的垃圾有多重 哪户投的多 然后用户分布在各个楼的分布情况 我们可以方便的采集到系统 然后进行各种各样的排序 还有统计还有分析之类 这样可以方便我们就会 还有几道办 实时的掌握垃圾分类的推广情况 那一种模式也是我们根据 美丽厦门共同缔造的理念 创新出来一种社会管理模式 然后也是让我们小区 我们社区所有的居民 来称与美丽厦门共同缔造 为了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社区还设立了奖励机制 居民根据所投放的垃圾量 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 通过手机APP客户端 可以查询自己的积分 兑换相应的奖品 像咱们这种普通家庭 可能可以削个两三斤吧 我都已经领了两袋大米 现在我们小区有20%多的居民会 参与率在22%左右 然后随着参与的居民越来越多 我们每天产生的生活垃圾 也在逐渐地减少 然后我们减少了 我们每天收集垃圾 经过我们设备处理完之后 也会产生有机肥 然后会反补到我们社区来 用于社区的白草原 就是中草药原 还有我们社区的绿化当中 根据了解 从试点项目开展以来 小区共收集厨余垃圾11.6吨 垃圾分类循环处理做好了 小区的环境变得更加干净整洁 像我儿子走过去 哇妈妈好臭哦 都会捂着鼻子说好臭 现在他就说很 就会说很干净了 我觉得挺好的 这个是对环境也有利 对我们自己你看嘛 不臭嘛 居民从源头上进行垃圾分类 不仅能减少清洁楼的垃圾转余量 和转余过程中的滴漏现象 还可以提高干垃圾的利用率 对环境污染比较严重的就是湿垃圾 因为湿垃圾它没有热质 没有其他一些东西 它只能是说 通过我们现在这种处理方式 生化处理把它变成肥料 作为了资源来回收 如果是原来混合在一块 就在清洁楼进行填埋场 就没有达到资源回收的价值 导致其他的干垃圾 也变成了真正的垃圾了 乔寅街道通过互联网加垃圾分类处理 创新了垃圾分类管理模式 激发了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推动了除以垃圾的减量化 无害化和资源化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